德国法兰克福机场的电子看板上 德国汉沙航空的航班几乎全数取消 汉沙航空地形人员在27号发动大罢工 造成汉沙航空取消超过1000个航班 影响超过13万名旅客 而这场罢工会持续大约一天 我们现在从阿菲甲到阿菲甲 我必须去巴黎 我们在寻找一些Lufthansa的人 可以帮助我们 但当我们在寻找 它会很难找到Lufthansa的航班 所以我们不知道什么要做 工会在上个月要求 为两万名员工加薪百分之九点五 来弥补通膨飙升 吃掉薪资 以及人手短缺 造成工作量大增 资方虽然提出加薪方案 但不符合劳房预期 汉沙航空表示 这场罢工引发极大损失 而针对薪资问题 工会与汉沙航空 已经进行两轮协商 第三次预计会在八月举行 欧洲各大航空公司在疫情后 要力拼业绩成长 但似乎已经成为常态的罢工 也让行程大乱的旅客大叹 好无奈 欢迎收看下来